今天是8月17日,星期三 喉嚨有點不舒服 都沒事的 始終是天氣的問題 還有可能曬完太陽後 個人熱氣 不過要說前兩天 做運動的時間 我會做一千下洩入 不過大家不要學我這樣做 一定有方法的,如果用腰力去做的話 真的不用做一千下,做三十下已經勞損 但可能我也是 做得太多 腰部就弄傷了 昨天要針灸,今天好很多 要休息一兩天 第三天才再做 市場有少少 形態斷定 先說市數 早前高於106點 是20318點 日中高位是20504點 但其實 氣氛是比較薄弱的 換句話,投資者入市的 態度和信心都是不足夠 中日低位曾經跌至20214點 即是貼近昨天的收市價 差不多等於沒有跌 最後收市收於20289點 升了76點 成交金額679億 從一個形態來說 由於指數是升破十天線 而動線方面 是轉定了,是回穩了 但要講的一件事就是 十天線現在每天是跌至200點 即是急步下移 這個十天線 一路急跌下 兩百多點 終於在今天 進一步跌穿了十天線 焰子 應該這樣看法 所以 技術上來說 雖然焰子 是站穩在十天線樓上 即是今天 但不是在大成交之下 一路向上追 追回十天線 不是這樣 所以 就算移動線方面 有回穩的信號 但刺激 不是大得那麼緊要 就是這個原因 以及外圍市況 始終不穩 投資者的避險情緒 仍然還是高漲 起碼現在這一分鐘 大家的心 都是十五十六的 要講的就是 二零一五百 這個技術上的高位 上星期二 日中的低位 是一萬八千八百六十八 日中的高位 在下午曾經反彈上二萬零一百五十八 之後再下來 直到早兩天 是升破二萬零一百五十八 再進一步向上行 對嗎 當日我也講了 如果能夠突破二零一五八點 我們說的 市已經跌了三千九百四十點 如果能夠反彈一半 目標是二萬零八百三十八點 大家應該很清楚 所以 要進一步向上市 或者是試穿二萬零八百三十八點 首要的條件就是 指數是不可以 或者不應該跌穿二零一五百的 因為事實上來說 一旦跌穿了 在技術上來說 很可能 由一萬八千八百六十八點的反彈 很可能 技術上 已經去到二零五零四 暫時是止暴的 這一分鐘暫時還未有 但無論怎樣也好 有限的資金 面對無限的股市 如果大家要入市去博反彈的話 真是要看清楚 還有千萬不要 每一次一跌下來 就貪便宜買 跌下來就貪便宜買 要須知道 大市可能在一千幾百點 是反覆一段時間的 如果你是每一次回下來都買 每一次回下來都買 問題就不太大 如果一路整固不跌 當然是沒有問題 但擔心的是 突然間有些突發的新聞 或者消息 令到市場 再出現一致比較急暴的症狀 自己會嚇倒 我自己覺得 這一分鐘股份基本因素 都明然沒有變 不是差的 但市場現在不是在炒基本因素 相反來說 外圍的少許震盪 或者有少許負面消息入市 又會成為一些對沖活動 造淡的藉口 事實上來說 大部份的投資者 在這一分鐘持貨的 我斷估賺的都是少 輸的還是多 除非有些貨 是拿了很多年 或者09年低位的時候 買到現在都賺大百千 譬如四十多元買回豐 你現在都不用擔心 但絕大部份 都是市場 走上萬八萬九兩萬點樓上 才開始入市 即是說 由去年5月27日的低位 18971 升到去年11月的高位 24988點 期間到現在為止 大部份買的貨 如果拉到平均 似乎都要挨價 這一點 亦都令到 投資者入市的態度 真的比較懶散 因為 到現在這一分鐘為止 如果你看到基本因素 十一倍的市盈率 股值是很吸引的 這個我講了很多次 但問題就是 很多成份股 就算基本因素好 不是代表它不會跌的 因為一些對沖活動 如果要撞市 或者在市比較疲弱的時間 希望向下找多些波幅 從而從中取利的話 成份股一定會受壓 當然 他們的下跌 和基本因素是沒有關係 但沒有關係 不是代表股價不會跌的 因為還有其次 其權 還有很多很多的衍生工具 場內的又有 場外的更加多 令到這一分鐘來說 在沒有太大的方向之下 總之就升又多跌又密 這樣炒上炒落 如果你說低入高沽 當然是開心死 但很多時在低位賣了 由於升幅不是太大 大部份都說 我暫時先拿著 我不管 誰不知過多幾天又跌下來了 甚至乎賺一元不走 輸回三毛指也不出奇 如果你有足夠的持貨能外 問題就不是那麼大 不過我就擔心 那麼 個別的投資者 如果拿貨拿得比較重的話 在一個消耗性的上落市當中 到最後 你又高又低又買 慢慢慢慢覺得自己的拿貨 越來越重 越來越重的時間 到最後 市就算不跌 只要不升 嘔著放慢的話 心都會脅 我認為暫時來說還是不穩 這一點對整個大市 是會規範了聲勢的 當然之 國家副總理李克強 即香港 訪港 亦都帶來不少禮物 如果比以往 有直通車到的話 一定有刺激的了 但問題現在這一刻 起不到太大的效應了 事實上 內地亦都一直實施一些 緊縮的經濟政策 加息 加銀行 準備金等 可能在這一分鐘 拿著巨資的投資者 心態都會比較保守一點點 總的來說 暫時的市況 是喘定了下來 不過這一分鐘 我覺得 仍是處於一個 有波幅而沒有升幅 有反彈而沒有大升的格局之中 唯一要說的是 只要穩守20158樓上 技術上來說 都有一個憧憬 希望進一步 嘗試更加高的水平 我亦都維持 反彈一半 是可以上網20838點 但問題是 這是上網的目標 由於指數到20400到20500 相關的上網目標 都只有三幾百點 老實說 買下去 就算升到那幾百點 都未必轉得到新 所以大部分人 情願採取官網大道 我不覺得大市 今個月會有更大的波幅 但由18868點的反彈 的確確 就算你去到20838點 都是回升跌幅的一半 原則上來說 最多跟我說是斷定了下來 至於新的升浪 能否重展的話 第一當然要看資金入市的態度 而資金入市的態度 又要取決於歐美等地的股市 和一些經濟的狀況 在北銀行當中 磁形保貸似乎比較自保 好了 不過大家也不需要太擔心 如果拿著優質的股份 一分鐘低迷 暫時這樣就先忍忍忍 只是盡可能留著資金 以防萬一 真的有些不移快的事情發生 股市再下跌的時候 你的防守能力還是相對比較強 但如果拿得太重的話 萬一市有少少波動 而波動向下走的話 自己的防守能力就比較脆弱了 好了 講到這裏不講了 我跟著去看醫生 我明天這段時間再和你聊天